我问过好些人知道不知道中国之间有四项基本原则 结果我觉得很有水平的人他都不知道 或者说了是那个意思他不准确 中国啊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之所以在21世纪能够成为大国相互合作的典拜 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叫平等互信 有的人都猜到 第二条叫双方放弃领土要求 第三条互不干涉内政 第四条在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 相互支持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了 但是这四条是最重要的 体现就是写入了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条约 此后的条约也体现了这样的原则 中国合作强调不针对第三方 但中俄合作本身既是大国相处的典范 给第三方打了个样 包括美国在内米利坚合众国 你要是把人当人把国当国 学会平等待人平等待国 俄美关系中美关系 完全可以像如今的中俄关系一样 构建新的等矩三角形 苏联刚接体面话 一类千先访问北京 然后再访问华盛顿 那个时候中俄美 这三角差不多是等矩的 但是后来中俄关系越走越近 美俄关系刀兵相见 代理人战争 现在搞不好战争 还有升级扩大外溢的这种可能性 这大国外交 小国外交 都是一个意思 关键是民心相通呀 为什么司马南这样的小人物去参加俄罗斯使馆举办的中俄建交七十五周年招待会 就是说这个外交这个东西既要有体面的大人物 也要有我这类的小人物 俄罗斯使馆是到目前为止 在中国面积最大的建筑最恢弘的这个使馆 去的人很多啊 我就不理解有的人 你说去了之后 你走个形式 连饭都不吃 这么好吃的东西 你干嘛不吃啊 有人请你下馆子 反正我这个人实在 我又是吃货 我吃了再走 俄罗斯人吃什么 吃西餐呀 俄式西餐呀 俄式大餐 俄罗斯西餐还是不错的 当年在北京动物园旁边 就北京直播馆旁边 有个莫斯科餐厅 过去叫老莫 能够到那儿去吃顿饭 那是一种不得了的享受 上等的享受 俄罗斯西餐呀 在过去呢 应该说口味比较浓厚 有的菜用油比较多 现在完全改进了 但是酸甜辣咸 这个菜的基本口味不变 酸奶油啊奶汁啊 柠檬啊辣椒 酸黄瓜 还有洋葱小灰香 香叶作为调味料 清淡是口 花样也越来越多 民间外交嘛 那就得弄的有滋有味啊 中国人什么事都得吃一顿 不行就吃两顿 哥们交情闺蜜姐们 就得经常吃 其实国和国也一样 民间外交弄的有滋有味的 官方外交加民间外交 那就更应该色彩分成 所以这次中国建交 七处周年的招待会 哎呀花样很多吃的很好 俄罗斯使馆的这次招待会 饮料非常丰富 最独特的是哥鲁基亚天然矿泉水 我带回了一瓶绿色小瓶 这里边写着隔水寒气天然矿泉水 没有卖的 这是目前在北京市场上据说最贵的哥鲁基亚矿泉水 当年斯大林就特别喜欢喝 小丽瓶打开 小丽瓶打开 哇听到气声了吗 有气 打开正好倒一杯 对着瓶吹也可以啊 这么形容的入口之后啊 万千小气泡在你的舌面口腔里面跳舞 所以做餐的时候用它呢 特别刺激味脸 有人不喝酒啊 什么酒都不喝 那你喝 隔水啊 哥鲁基亚矿泉水 中国建交75周年招待会不仅有中俄方面的代表出席 各国使节都有 这个白袍子白帽子 然后白帽子上面套圈的是中东国家的大使 这个黑帽子上有一个缺口的 是靠右侧一个缺口的 是阿富汗驻华使馆签证官 合影聊天 我这外语不行 旁边人人家英语好 中文好的有的是啊 还有人家外交官呢 多半都会讲中文 今天阿富汗开放旅游了 直接到阿富汗使馆办签证就可以了 30天停留 每个人收640块钱人民币 哇 这个签证官已经说得我动心了 告诉各位啊 说明下个月我抽不冷子 喀布尔走一趟 到那时候 喀布尔之行 我给您带来一组司马南六弯的节目 迪拜这个国家对中国游客免签 刚是热情有加 我的朋友王冠就这个意思 正在搞一部反映 中国人在迪拜生活的电视联系剧 主角是一个有真实生活原型的女企业家 告诉各位我要是去迪拜 不光旅游啊 还可以探班 当然也不排除给我个小角色 也演个门口 看门的大爷啥的 最后总结一下参加俄罗斯使馆的中国建交 75周年的招待会 这国家国家呀 人和人哪都一样 只要关系理顺了 九方之计千倍少 啥事都不别 前天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裁 骂门离离 对中国民航飞越俄罗斯领空不满 他说中国航空公司 你飞越俄罗斯领空 这不公平啊 是吧 你节省了两到四个小时 我这公司成本怎么办 这位女总裁 你光考虑你公司的成本 你怎么不想想 你北约这么多国家参与了对俄罗斯的一万多项制裁 你们干的是火上浇油 你们干的是地刀地枪 支持乌克兰 你脑子怎么长的 你们一边枪害俄罗斯的根本利益 一边呢 还有俄罗斯给你提供便利 叫你们的飞机从俄罗斯上边飞过去 会不会是脑子进哥鲁基亚矿泉水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视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四马南 再见